南南市長黃偉哲被立委陳廷飛點出 有地方傳言說要入閣 接下來中央會找代理市長 而做不滿任期會讓藍營有話題做文章 陳廷飛認為這個言論 對中央或地方的執政團隊都是傷害 好像故意要搬石頭 讓賴總統來擔 本來無一無何處人呈哀 那我想民眾 這個名義代表也好 首長也好 本來就有任期的 這個任期就是跟民眾的一個約定 黃偉哲一何處惹尘埃當住戒 表達會旅行和民眾的約定 而陳廷飛的PO文遭到藍營民代局疑 根本為了2026的市長選舉在準備 陳廷飛為了自己 因為他必須這年來很小 他當然希望我們黃偉哲不要入口 這只是純粹媒體的一個猜測 我們不會管這些政治上的留言 被指涉520的內閣布局 牽動地方市長選戰 其實看看台南街頭 立委選舉都結束了 但是陳廷飛和林俊憲的看板 醒目樹立 而且不少還跨區來架設 另外兩人網路上介紹在地美食 或是特別設計Logo聯名活動 製造曝光度 這是立法委員林俊憲 現在台南 像是林俊憲介紹台南美食 節目已經製作近百集 內容不只是自己的選區 西螺店的牛肉湯 就是陳廷飛的服務區 小朋友最愛的氣墊床遊樂設施 在市府旁搭起 這個地點剛好也是林俊憲選區 為市長黃偉哲有責任把市政做好 至於要做多久 是黃偉哲市長自己的生涯規劃 2024選戰落幕 準隔魁才要交接 但是2026的佈局 在地方上已經看得出較勁以為 三地新聞王小俊榮 台南報